新南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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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氣很好 對,好熱天氣警告正在生效 月差大至天晴 但初時各部地區有驟雨 日間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有約33度 催輕微和換至南至西南風 指望未來兩三天大至天晴 和天氣持續酷熱 接下來看看今早的新聞提搖 德國拘捕一個情報人員 據報涉嫌將物件賣給美國 又傳召美國大使要求交代事件 奧巴馬說會堅持推動移民政策改革 以吸引優秀人才到美國發展 烏克蘭政府軍話已經成功修復 東部大約三分二親俄武裝分子的據點 先講一支交通消息 西鐵屯門站在朝早6時15分發生信號故障 來往紅磡和屯陣的列車一度延誤 經常收之後 服務下點10分已經回復正常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昨晚主動到中區警署 他涉嫌普通襲擊罪被捕 他獲准以500元保釋 他批評特首辦就扔玻璃杯事件報警的做法 你作為一個特首辦 在立法會發生的一個議員行為 不檢點你就是報警署 你就是吃錯藥 是吧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你又找法去解決 黃毓民在凌晨0時左右 離開中區警署 他說會在下星期四回警署報道 在星期四行政長官答問會期間 泛民議員抗議黃毓民擲玻璃杯 特首辦事後報警 警方列作普通襲擊案處理 由中區警區重案組跟進調查